大家好,我是Soph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养蟹脚蓝的 像我这颗蟹脚蓝现在已经开始出了很多的花苞了 不知道大家看得见吗 而且它长得就是非常的健康 叶子很光亮 就是说这颗它是很健壮 而且它放的地方就是比较好 位置比较好 因为夏天我会把它放到这个室外去 但是它就没有了直接太阳照射 太阳就不会灼伤它的叶子 但是另外一颗呢 像这一颗呢 它也出花苞了 看到没 但是呢看到它的叶子呢 就是给这个太阳的灼伤了 也就是Burning这个Leaf了 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的健康 它一样长得挺好 只是呢观赏了之后呢 就觉得那个Leaf呢不那么漂亮 但是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养蟹脚兰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它的土质疏松 这个养花的这个盆呢就很重要 我一般呢为什么我喜欢用这种塑料的这种 这种盆子 这种盆呢它下面这个孔呢特别的大 所以它这个水呢就很容易的就是可以呢 疏松这个水质就容易流出去 不会凹在它的根里 那浇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盆 以后呢把这个花盆放进去以后呢 从上面这样浇水 它呢就可以呢 勤在这个盆的下面 可以呢一个晚上 或者两个晚上都没有问题 等它充分这个根部在下面吸收了这个水分 以后呢就把它拿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记得把它拿出来 不能一直在这个水里头 它一路哦了久了 它这个根就烂了 这里呢就一定要浇花 那就一定要浇透它 不能只给它一点点水 那样子呢它就容易死掉 而且不需要呢每天给它浇水 我呢经常就是一个礼拜呀 两个礼拜呀才给它一次水 都没有问题 但是浇水一定要浇透它 这样子呢它就不会 不会长得这个叶子呢 皱皱的 像很多人养不好 为什么就是这个叶子皱皱的 然后叶子小小的 慢慢它就会烂掉 那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养护的方法不对了 那么这样子呢 你觉得不美观呢 你可以买一个这种套盆 像我这样买一个这个套盆 然后呢你把它这样放到里头 这样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观 好看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呢 怎么养护我的这个蟹皱皱的方法 那么今天呢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我呢会陆陆续续呢 讲我怎么种植我的花 我还有令剑荷花呀 还有这个曹花呀 还有这个就是假曹花 我都是怎么种的 我会讲给大家听 今天看起来的 最后色录像 这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ちょっと 知道 에�圈子 说对 你